少子女化是國安危機 你們一位是衛福部長 一位長期在衛環委員會 都束手無策 生育力還是一路滑落 2018年行政院提出了 我國少子女化的對策計畫 5年的計畫編列超過2500億 但是審計部的報告卻說 政府砸錢的方向錯誤 更嚴重的是 陳時中接任衛福部長 成立了少子化辦公室 卻只開了一次會 拿了7.91億 請問陳時中先生 你浪費預算不負責任 未來是不是還要用這種態度 來面對台北少子化的問題 那0到6歲國家一起養 這個政策在這次蔡英文總統 揭示出來之後 我們一步一步的對於各種補助 都盡量希望把它做好 我們在托育的部分也會加強 名額不足台北確實不夠 所以我們要多1000個名額 那另外2歲的專班我們來做 那增加社區的親子館 那公司學歷推動在校安親 都是要讓大家在育兒的時候能夠更安心 就是您剛剛在這個辯論上呢 有被蔣萬提到這個問到這個小子化辦公室的部分 那就被指說這個拿了7億 但是卻只開過一次會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說真的 我今天對蔣萬委員是有一些失望 因為他這個7億 坦白講我不知道從哪裡來 他是要影射海角7億 還是要影射什麼樣7億 不過這種指控都是嚴厲的 要有證據 我們在衛福部裡面 我們大概可以在行政院有一個小子化的對策辦公室 那當然屬於行政院 在我們這邊 那時候我請林作嚴 我們前任部長小柯醫師對這種少子化他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請他在一個任務編主 的一個在部裡面所成立的 那綜合我們在部裡面 相關跟於 不管是從孕產 到育兒 這整體的有關的都把他找 找過來 然後集結起來 然後把相關的意見都整理好 當整理好 把報告做好之後 那這個任務編主就結束了 所以不會有花到7億這樣的錢